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巴总理印武兰汉 前一天向印度喊话 呼吁印方停止傲慢的态度 和巴邦进行和谈以及贸易合作 我们希望和印方发展友谊 是想要结束这个次大陆上的贫困状况 印武兰汉强调 巴基斯坦人民不会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强压 如果他们威胁我们 整个巴基斯坦会团结起来 直到最后 印度时报着 印武兰汉死前写信给印度总理莫迪 建议双方外长在第73届联大会议期间举行会晤 印度20日同意巴邦的提议 但21日又宣布取消外长会 印度外交部解释着 印方突然变化 是因为该国多名安全人员在科什米尔地区 被杀以及巴邦近期发行内化恐怖分子的邮票 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强硬表态 趁针对印方安全人员被杀事件 印度将采取严厉措施 毁击恐怖分子和巴基斯坦的野马行径 对此 巴基斯坦外交部21日回应着 巴邦与印度安全人员日害一事无关 取则印方三部杀动性恶毒言论 印武兰汉22日发表推文称 印方的傲乱令人失望 对于印度政府给出外长会取消理由 印度教徒报 认为不具有收服力 因为两件事都发生在印政府接受巴邦提议之前 印度媒体认为 印方取消会晤的真实原因是巴基斯坦 将在联导会议期间 高调提提克什米尔局势问题 并试图再次将这一问题国际化 而巴邦认为 印方取消外长会是为了避免在明年议会下院选举前与巴邦对话 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一向对巴尺强硬立场 印度又一次犯错 巴基斯坦论坛快报 23日发文成 印度的决定将阻碍巴邦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 巴基斯坦黎明报表示 印度此举消灭了 改善双边关系的 希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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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